收解盲报告当天,翁启慧女儿省准卖股 中央研究院院长翁启慧遭爆料女儿翁玉秀 曾持有3000张号顶生计股票 现在案情越滚越大了 2006年翁启慧接掌中研院后 将她主持的糖分子技术转移给号顶 2012年润态集团营业良入主号顶 同年底就以每股31元转让3000张号顶股票给翁玉秀 翁玉秀之后两年内卖掉1067张 估计获利3亿多元 而上个月号顶宣布新要减盲失败 翁启慧还跳出来力挺号顶 但检方查出,就在公布减盲前 翁玉秀就陆续卖出10多张号顶股票 一周看昨天更踢爆 在号顶收到减盲报告当天 翁玉秀也精准出托10张股票 疑似涉及内线交易 检掉日前已约谈号顶总经理黄秀美 厘清解盲过程 也不排除近期约谈翁启慧 当翁启慧突然向总统请辞 恐怕会滞留海外 检掉表示,如果船局不到 可改列被告依法通缉 当新闻综合报道